看一下,這個是在我雲端的空間上面 會有個利用ADO執行Seql語言的四大功能 的一個文字檔 這個是我這幾年 一直不斷改版改版改版 因為我參考了很多書裡面也有講 不過很多城市就一堆籠很長一串 那我盡量把它縮減再縮減 OK,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達到,就是說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我已經完成的 完成的一個結果 那這邊的話我會需要 比如說我的需求是這樣 我會希望在哪邊呢 我希望把那個資料查過來之後的話 比如說我把那個 我們放在assets裡面的那個 最後一欄地址 乾脆就查出來 放在哪裡呢?放在這裡 那因為現在資料在外部 我不是從我自己前面 放過來,而是我之前的東西在assets上面 那我那個assets資料庫的話呢 第一個要先確定說 它放的位置 第二個的話就是要把它查過來 那查過來的方式特別注意 你們可以利用那個 我給各位的那個程式碼來做修改 那怎麼修改,我們等一下細部的部分 會跟各位再講一下 那比如說那個程式碼貼過來之後 在雲端上面的程式碼 那我會給各位 就是這個基本的註解 反正這個註解稍微看一下 應該就會比較清楚 那首先呢 稍微講一下 第一個這個宣告物件的部分 因為我們會用到兩個物件 第一個物件其實就是ADODB.Connection 那你會想說這兩個東西 是從哪邊冒出來 就是其實我剛剛講過 在工具裡面有什麼呢 有一個就是設定引用 這邊把它提一下 在工具裡面有個叫設定引用項目 那請務必一定要找到Microsoft 這個Activity Data Object 2.8 Library 那有可能將來你們的電腦的版本會更新 那也可能它變2.9甚至3.0 這個其實是版本 那當然你可以用比較新的版本 它就可以連結比較新的資料庫 比如說如果說將來你用的是SS2013的話 那也許你的ADO的版本 可能要到3.0以後的版本 你才有辦法連結的到 OK 所以這裡的話一定要先打勾 這個東西裡面呢 就提供了這兩個 一個叫做ADODB的Connection 實際上這個ADODBConnection 就是從這邊來的 那ADO的這個什麼呢 RecordSet 實際上也是從這邊來的 所以這個地方 特別如果你們要打勾的話 那將來程式這個地方就會發生錯誤 那你會想說這個Connection 到底是什麼用的呢 其實實際上 我們的那個資料庫的 那個大概 在轉買的 但這個給我們